災害应变小组几节通报班 能发现灾害并通报区应变中心 苏善引导班能于第一时间协助李明疏散避难 行政班能掌握李内保全住户名册及弱势民众名册 充分发挥李明自发性投入灾灾的能力 行政班 行政班班长王战梅及全体主员到期请李长分配任务 请备妥保全入名单随时与他们联络 而且随时和我保持联系 谢谢 是的 现在发觉里面有人被受困于在里面 请各位疏散 内湖区公所的这场防灾演练 安排在港华里的环山路二段68项底进行 模拟状况是鹦鹉台风来袭 造成各种灾害 李林防灾应变小组成立并协助疏散 特别针对独居长者、新移民、居家检疫者 及拒绝配合疏散的民众进行演练 哈喽王小姐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是李干事啦 现在台风来的风雨非常的大 那我要带你到这个安全安置所来做休息 可是我刚从国外回来我还在居家检疫耶 这样我可以外出吗 我跟你说不用担心 居家检疫者在这个我们天灾、地震 还是重大灾害的时候 我们只要外出只要全程佩戴口罩 跟保持安全的距离 就不会有罚款违规的问题 好请你相信我 我带你到安全的地方 哦好吧 今天的情境是因为目前 也是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有设计一些疫情的 疫情的万里有一些避难的民众 他有一些感冒 还是有些咳嗽的一些症候 然后还有一些外籍的人士 我们也安排了一些翻译 来做一些疏散的一些动作 让他们能够知道 在我们这边呢 如果万里碰到灾害的时候 要怎么去做疏散避难 优优优独播 引导心理因素暂撤离 请看演练 你好 你好小姐 现在台风来了 那要带领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去做休息安治所这边 What? I can't speak Chinese 我不要 不要听不懂 自公小便可以帮忙我一下吗 好我来跟她说 It's dangerous here now The next night is coming Please take out your valuables and the followers OK sure This way 对因为现在新移民很多 那他们有时候会听不懂 我们国语或台语 那些我们就有一些会讲英文的 可以来协助 这是新移民方面 那还有一些就是老人方面的话 我们也会特别来关心这点 所以我们都会一直在演练这方面 行李到我们的安治所来做休息会比较安全 可是我行动不方便 走路 没办法走路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请自公用人意来协助你 然后我们上车到安治所 那边会比较安全 那请你代付你的 活动物品跟你的健保卡 好不好 好谢谢 都有待机了 好 小心 状况二 拒绝舒散撤离民众 请看演练 不好意思 现在风格不太大 我现在要给你舒散一下 再到安全的地方休息 这样比较安全 所以哪有什么危险 我在这里打过十年了 没有什么问题 你身体被人离开 但是现在是安全的问题 我就是烦恼你的安全 就是给你做这个撤离的动作 这几十年了都没有什么问题 安全感 你身体被人走 我不想走 我拜托一下 真的安全更重要 生命第一 不可以 我不想走 我不想走 我就是不想走 就与太太还是什么配合 不然我们会依灾害黄舊法 第三支九条非力 会足以新台币五万米以上 二十五万米以下的花圆 还是请你配合我们 拜托一下 你是要走 我要走 你不要走 我要走 你是要走 拜托一下 我们 秋里太太要是请你配合我 我 你不好看我说话 拜托一下 我拜托 你不要跟我打我 你心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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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一下 你心灶了 你心灶了 在内游区 在我们港华里 栗山青春这边 给办我们的 111年的里林 灾害的防灾演练 最主要的目的是 是要让我们这边 我们有保全户 因为这边有 潜湿区的土石榴 那有保全户 那我们演练呢 最主要是让我们 应变中心的成员 因为 异动太频繁了 每年我们都要办演练 就是要让我们的成员 能够熟悉 怎么样去做 减災 震災 还有一些抢救的一些工作 让大家能够熟悉 我们的抢救技能 那也让我们的 这些保全户 能够知道 到时候要怎么去配合 公家单位 还有我们的一些 民防疫情 还有消防队 还有防灾室 他们有一些配合措施 能够让大家 能够尽快的疏散 到安全的地方 这是我们今天 举办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游水地缎支排水勾时 排除落叶或垃圾阻塞的情形 谢谢我们清洁队 我们清洁队的速度 就这么快速 感谢你们 谢谢 在台风来临时 常见民众常用沙包 及防水闸门 预防及淹水 现在有请我们内湖区公所 京建客展 来为我们示范 沙包堆叠方式 现场看到了两种 沙包堆叠的方式 在我左手边 是人质型的堆叠 那就是上下两层不同方向 侧面看起来 会有个人的形状 那这边看到的是 砖器型的堆叠 就是上下左右去交格的堆叠 像我们砌砖一样 那我们沙包的使用上 都要搭配我们的帆布 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除了沙包以外 建议可以做防水闸门 防水闸门 有分家户型的 跟车户型的 他使用的料理是在下大雨之前 就要事先抓导官 会有水压过大 化妆设的状况 成功过门后 搜救队使用SearchCam影像探测器 能深入狭凤冲探测受困民众之位置 发现民众后 搜救队成员进入 使用长背板及颈圈固定换枕 并将其脱困 受困患者成功脱困后交由119救护人员 后送至三军总医院 演练过程相当逼真 除了在地的港华里里长带领李明进行演练之外 内湖区多位里长都到场观摩 掌握防灾的流程 因为内湖区公所在我们林区长带领之下 每年都有办这个灾害应变的一个防护 尤其我们内湖地方就是好山好水 然后山坡地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办这个可以防我们每个民众 尤其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环境好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在台风来的时候 那就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危险 那我认为每年有这样办 让我们所有内湖区的居民 大家会提高警觉 在灾害来的应变会比较熟悉 这是有个必要 因为我里里面都是属于这种靠近山 时常都会有土石流的状况 也发生过好几次 所以我们大概两年或三年就会轮到一次 那里面也非常的乐意来参与 那这样可能以后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大家就比较不会手忙脚乱 比较不会充满 我请代表里长 我们真的再赏证一下感谢我们老大 刘里长带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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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祝大家都平安健康 区长 谢谢我们内部区公所 这边所有的防救灾工作的伙伴 还有我们各位里长长期 跟我们消防局这边的一个配合 跟合作 不管是在疫情期间 或者是说在平常 我们台虹的这个防汛企业将界 那这边还是在做个宣导 那如果有需要我们消防局这边来协助的地方 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 跟我们众队这边来做一个联系 那我们想大家都是在第一线 为我们民众 为我们市民来服务 那如果有需要消防局协助的地方 也请大家不令给我们指教 那今天很感谢区长 还有我们各参演的单位 那今天演习很成功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谢谢 好 谢谢副大 那最后我就总结了 先谢谢各位我们参演的 我们的刘旅长 还有我们所有 我们那个港华里的所有的志工 那还有我们府内的各单位的同仁 今天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小而美 所有的动作该做的都做到了 而且都做得很扎实 我要先谢谢大家 那也要谢谢我们委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主任 还有所有的旅长 还有分旅长 大家都来跟我们观摩打气 现在每一次的台风地震的状况 都有很多的 都会有很多突发的状况 跟大家没有思考到的 那每一次的防灾的演练 都有把各式各样的状况模拟出来 所以我觉得在平常的区公所的演练 也协助地方里长跟里干事 碰到各式各样的状况之后 知道怎么样第一线去做应对 可以临危不乱 可以把所有的伤害降到最低 除了做好防灾 防疫工作也是一大重点 内湖区公所也配合市府防疫 成立关怀中心 对确诊者与居家隔离者 提供居家照护协助与关怀服务 那在这一个会议室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除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之外 我们还有各个住点单位的一个资源 那如果说有居家隔离或是确诊者的 美日关怀会在我们的第二会议室那边 做美日关怀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这个关怀中心这边 常接到民众咨询的部分 大多数是属于说 他第一时间接受到健保快移动PCR阳性的一个通知 那他会来进线来询问我们说 那他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做一个处理 那还有就是说 他的确诊者他的居住环境 如果说是不符合他居家照护的原则的话 那基本上他会跟我们求助 那就由我们这边来转接到卫生单位来帮忙做一个安置的动作 那还有就是说最近比较常发生的是 有一些居隔者他被判定为居隔之后 他还没有收到居隔通知书 那他又很焦急 就会先来跟我们做一个询问 那第一个他想要确认他是不是居家隔离的身份 因为他在紧张的时候 有时候会不是很确定他的第一时间的讯息是不是正确 那还有他居隔的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 他们会比较想要先做一个确定的一个了解这样子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看起来就有什么样的 现在已经也不稍微了解想要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解三一字 然后再用这种按钮